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你会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 大鬼族 原本的村庄仅容了300人 在400年前 一群穿着战甲的人类战士 受伤来到他们的村庄 大鬼族决定照顾他们 战士们为了表达对大鬼族的恩情 战士们向大鬼族传送了他们的知识和技巧 还送他们战甲 其中一名战士知道 如何打造不是刀的武器 于是传授他们 还为他们生长大量类似的武器 大鬼族后来遭到 1000个猪人组的袭击 他们全副武装 装扮得很像人类 几乎村庄的村民都被屠杀 村长和一群人 为红丸和猪菜 还有其他四位部下 为他们劈开了一条生路 给他们逃走 他们是最后的6名幸存者 后来遇到黎姆露 被他命名后 建议成了鬼人族 他们成为了黎姆露当时最强大的部下 并发誓永久为他服务 红丸 当他还是大鬼时 他还不确定是否要跟随黎姆露 另要求只是暂时跟随 但后来命名后 成为黎姆露最强的下属 并发誓对黎姆露忠诚 在他还是大鬼的时候 他的身形高大魁梧 他有火焰般的浅波浪型 深红色头发 从中伸出了两个大的黑角 他脸上有标志性 像类一样的红色标记 从眼底一直流到他的脸颊 他的眼睛异常尖锐胸门 在动漫中 他的胡色是红色 和他的头发一样的颜色 并且 他的犬子大得足以从嘴里长出来 他穿着黑色的衣服 上面有个厚实的羊毛领子 然后全身覆盖战甲 这是从冷靈战士那里学来的 他还携带了日本武士刀 在他进化成为鬼人时候 他的身高缩小到了180厘米 样貌还变成了 接近20岁少年的样子 他的头发变得更直和尖 他的脚有时候说变得更细小 他的眼睛变得更加松直 他看起来充满自信的眼神 此外 他的胡色变成人类的胡色 后来 他获得新的服装和武器 帅气的红色和服 还有搭配他的新武士刀 他和李姆鲁是主婆 也是朋友的关系 他及其受李姆鲁信任 并被李姆鲁视为最信赖的左右手 私底下以李姆鲁说话时较为随意 常与李姆鲁和迪亚普洛偷偷出去喝茶吃点心 猪菜 她是红丸的妹妹 她最初是村庄中的公主 她拥有使用魔法的天赋 她在家庭事务方面非常熟练和知识烟博 在她还是大鬼的时候的外观 她看起来是一位较小的女孩 外表上有13-14岁的人类女孩模样 她额头上伸出两个大脚 她有一头长长的波浪型粉红色头发 加上看起来清淡的眉毛 眼看几乎看不出眉毛 还有粉红色大眼睛 她穿着一件简单的和服 身上覆盖同样简单的白色长袍 长袍长到覆盖她整个手 她的胡色是白皙皮肤裂带粉红色 脸上有类似红纹一样的像类的红色标记 她还有可爱的突出牙齿 这使她看起来带点凶纹又可爱的大鬼族 在她进化成为鬼人后 她的外观类似于一位身高155厘米 16岁的人类少女 与以前的可爱度相比 现在看起来更精致更美丽 而且她从大鬼进化到鬼人一样 她们的脚也变得细小了 在她脸上的红色标记也消失了 牙也变得细小多 只有在她说话时才能看到 她上场偏执 所以她为自己制造一件新的摆设和服 带有简约又优雅的红色裙服 她迷恋李姆鲁 经常依照顾李姆鲁的事跟纸愿有所竞争 她是魔国联邦商大偶像之一 纸愿 她是和红丸一同被李姆鲁命名的第三批部下 她目前是李姆鲁第一秘书和保镖 在她还是大鬼的时候 她的外表非常的野蛮 从额头的中央伸出一头非常厚的黑脚 脚的根部有明显的皮皱纹 这让她看起来五十五颗都在生气 她有一双紫色的大眼睛 浅紫色的头发 她的身材非常有曲线 李姆鲁经常会留意到她丰满的胸部 她穿着一件棕色的长袍 上面有厚厚的羊毛相边 一领露出了她的大部分胸部 在她进化成为鬼人后 她的体型又变小多 黑脚也变得细小 成为鬼人之后 她凶恶的外表也消失了 变成一位美丽成熟的女人 身材非常性感苗条 身高一百七十厘米 头发也长了很多 皮肤湿漆的紫色 她收到了一套细细的正式服装 这是为她量身定做的 她不打算把上半身收起来 而是把它暴露出来 毕竟修部太大 关起来会辛苦 苍蝇 她是李姆鲁充实的影子 也是目前 出拉风暴联盟影子小队的领导人 在她还是大鬼的时候 她身心苗条而肌肉发达 身高接近红丸还是大鬼猪食 她是黑皮肤 深蓝色的头发和蓝眼睛 从她额头伸出一个黑色的脚 在她眼皮下有蓝色的眼影 她的嘴角有两个渐渐的全是 通常尖牙是大鬼族基本的外观 她的头发挺直 中等长度 刘海大部分时间遮住右眼 她的衣服非常贴身 是因为她的战斗风格依赖速度和敏捷性 在她进化成鬼人后 她体型缩水到180厘米 外观看起来是一位精干的年轻人 她看起来非常镇定 这与她自信的性格非常相合 总体来说她也算是个美男子 整个人看起来帅气很多 白老是一位年长的建树师 即使她的名声不为人知 但她的建树不可小看 在里姆罗命名她之后 她变得更强大 在她还是大鬼的时候 她是位矮小的老人 她与一般的大鬼族体型相反 她的头上长着银色的年老头发 和两个像凉色的白色脚 她的头发裂大有波浪型 从脚的另一侧 有垂下的两根头发 她的耳朵很简 下眼部分有黑眼圈 这象征和其他大鬼族一样 她穿着一条白色的长袍 还戴着一条厚厚的浅和色围巾 一直遮住她的嘴巴 手上一直拿着像日本剑 在她进化成为鬼人后 她的外观从昌老的老人 变成了一位鼎盛时期的中年人 她的头发变得更饱满 她的脚也变得细小 最大的改变是她的脸型 从粗短的变成了清晰的下巴 黑兵卫 目前是黎姆路顶级的铁匠之一 在大鬼的时候 她的身形巨大 是六位中最高大 她有乌晖的短发 头上有两个白色脚 她的样貌是最像大鬼了 在她进化成鬼人后 她的样貌变得很像人类中的中年大叔 体型 体型也少许变小 如果她把脚去掉的话 完全真的是人类了 以上就是所幸存下来的鬼族 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位呢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 以后我会制造关于她详细的解说 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